是不是一開始喔 我們來關心因為不晚嗎 總統最近的事件 國民團體今天是串聯 發動嗆罵的行動 早上就有人來到 台北結尾的少爛問詞 原來是要走路 起到總統的冠軍 這邊空氣 不過健康是提前用 這個骨罵T恤 紅色適合面的道路 空氣的團體 最好只好在路口的 這個地方 比較好 在台北醫師看問題 也有做到訪問 問一下自己的讚聲 除非要在九月 離高仔去的高點29分 把外面總統 關西進行簽罵行動 但是請北山 這段國民團體 所謂當地在 關西的路口 借到很方向靠好 輪流騎去選團車 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台大醫師 關問題 還有做到辦公室 也加在簽罵行動 關問題跟救助 配平的前所為何感聽 如果監聽立法院 聽了四個月 還不知道那個是立法院總據 這個也是笨的可怕 那如果是知道是立法院總 還繼續監聽四個月 這是可怕的笨 台灣會不會有希望 為什麼 因為這五年 五年多 他所作所為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照他這個方式走下去 台灣真的不再會有希望 可以從本國其他空業民眾 來到總統的關西門口 但是警察 到處跟警察 改善很多 更像關西頭前還要洗路 從主婦 放縮一山都 更大到兩山都 用射林氣息 把他圍起來 除了讓空業民眾 不可以這麼久 從一般的民眾和車廟都要洗路 他們去很多民眾不管 國民團體不拔馬總統 堅持的活動 當來政調收到 沒有要轉身補正 要求馬英雄在落臺 由國民團體發起的簽罵 都罵行動 九月日後會進行幾天 會不會去開刀 要向國民立領 向馬政府大聲來表達 他們的抗議 記者 綜合報導